投資的心情是什麼樣? 我們投資的心情像大家購物 購物的時候你是希望打折的時候去買東西 還是希望價格很貴的時候買東西 當然從資產的角度來講 當然會看到資產價值下降 我覺得作為投資者都會有點不好受 因為我們也是幫客戶管理這個資產 但作為投資者我每天做的事情其實是在買東西 是在以好的價格投入好的公司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其實對我們每天的工作來講 我覺得至少我個人 我們的團隊其實都是很興奮的 因為打折了價格去買到好公司 當然這個資產的規模和資產的價值本身有些影響 我覺得這是正常的 然後從更廣的角度來講 這其實也是市場的週期 我是15年前加入公司的 我加入公司 正好是利盟 Crisis之前的兩個星期 所以其實確實經歷過 也經歷過這個週期 所以以週期的角度來看待的話 其實很多市場的起伏其實是個常態 因為現在股市之前很多人都說不會掉到一萬四千點以下 那現在已經不會掉到一萬六 那現在已經快要穿了 所以其實你看著它一直在跌 所以你可以一直去買一些便宜的資產 那其實跌了這麼久 你覺得差不多見底了還是還可以的 其實這個我覺得市場有兩個事情是很難判斷的 第一是說拒絕的這個時間點 什麼時候股市開始反彈 第二呢就是說你絕對的整個市場一個底 我覺得這兩個其實是很難判斷的 我覺得是作為投資者來講的話 我們做的一個事情 其實每天都是在尋找新的機會 然後呢跟我們現有的組合來進行個比較 看這個新的機會是不是比我們現有的組合 有更好的這個風險回報 如果是的話我們就不斷地 我們叫這upgrade portfolio 不斷地去讓我們的組合更優化 其實這是我們每天在做的事情 具體說時間點的選擇 或者說這個absolutely 究竟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非常 非常非常多外附的一些因素 包括一些投資的情緒因素 這其實是很難判斷的 也從我的角度 我們確實每天在做 回到我剛才講的 市場是跌了很多 但其實我們每天在做的事情 還是讓我們每天感到很充實的 因為每天有很多新的機會 然後呢可以不斷地利用這個下行的周期 不斷地去upgrade我們的portfolio 我們每天都在買嗎 每天都在買嗎 每天都在買嗎 我們其實 以我們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每年如果有十到十五個非常好的idea 我覺得這個就會可能有非常好的一個股市的表現 我們整個portfolio可能五十隻 六十隻股票 我們的average turnover可能三十到四十之間 就是說每年可能有十到二十個這個新的idea 所以我們每天做的事情 不是每天在買 我們每天做的事情 其實每天在了解新的行業 接觸新的公司 然後去做各種各樣的調研 分析師和今天經理其實做的事情 有一點點差異 分析師所做的事情 就像我說的 甚至他每天就扎在這個行業裡面 就把行業的脈絡跟整個產業店搞得非常清楚 然後對公司的一些發展狀況 了解得非常清楚 作為經理經理來講 我覺得我做的是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 我叫拼拼圖 這什麼概念 就是像小孩子玩那個jigsaw puzzle 如果一個很複雜的jigsaw puzzle 有一千塊這個小的圖片 你如果只看到一塊圖片 你其實不知道那個是恐龍的尾巴還是恐龍的頭 但如果你這個圖片已經很完整了之後 當一個新的圖片進來 你很快可以判斷它可能屬於這個拼圖當中哪一部分 因為you can see the full picture you can see the big picture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每天 我是在讓我的整個拼圖當中變得越來越完整 有新的東西看來 進來我可以很快的判斷 我可以很快的建立這個連接 這是第一件事情 我做第二件事情其實就是 我叫the building the library of patterns 其實就是在建立我的圖書館 有不斷的模式識別 這什麼概念呢 就是說我做經紀經理 或者做投資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其實不是說看現在在發展什麼事情 然後不斷地去跟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有超額收益的 有超額收益的來源在於說 我看過不同的行業 我看過歷史的周期 然後我自己知道說 我建立這個pattern recognition 我知道怎樣的行業可能會發展好 怎樣的這個價格錯配 可能會存在在那個機會 所以我叫pattern recognition 然後這個pattern recognition 其實也是有非常多不同的類型的 有些是我自己總結 有些是別人總結 有些是具體行業中內部的一些pattern recognition 所以這個的話 這是我在做的第二件事情 你說我每天在做主要工作 就這兩件事情 一個是對建立更多的拼圖 對更多的行業和公司更了解 第二的話就是去總結 過去的行業發生的事情 股票的起起落落 它背後的核心的這個driver是什麼 然後從中提煉出來 建立成自己的pattern 然後用這個pattern去判斷未來 然後再根據這樣的一個結果 不斷地去充實和完善我的這個library 我每天再做兩個事情 但你看pattern 哪一方面你是從哪 就是什麼渠道去拼這個拼圖 對 這個有很多很多的來源 第一步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對 尤其投資中國 其實投資中國這個拼圖是特別複雜的 因為中國有將近6000家公司 因為我之前在投資中國之前 我是管Asia Japan 就亞洲的一個組合 我當時管Asia Japan 我是small cap portfolio的時候 其實大多數的國家 我基本上 比如說有500個可以投資 我基本上都見過 或者我都大的看過 但在中國就特別難 因為中國有6000家公司 所以其實每年 我都會見到很多很多新的公司 所以這個拼圖的概念就是 要不斷地去接觸新的公司 然後了解新的行業 讀報告也好 去地方調研也好 參加了解新的行業 了解新的公司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公司叫我建第一次 我可能沒有太大的感覺 因為如果我只是把一個事情 看作是獨立的個體 其實我沒有建立它背後的一個連結 但有可能說我三年之後 我建了另外一家公司 不是這家公司 我可能突然就明白 這家公司它是在做什麼的 因為當你的數據點多了之後 你就可以建立更多更多 這樣的連結 其實這跟人工智能是一樣的 你用多數據點 你就會建立各種各樣的這個連結 所以這是我們在做的一個事情 所以實際的調研 跟公司的訪談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當然閱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每年我自己想 我可能每年都要接觸幾百家新的公司 那你們團隊是不是很多人 我覺得現在 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地方 我們現在團隊如果看 專注中國大概有四四到四五個人 我們覺得是一個比較完善的團隊 基本上各個行業我們都有人看 但是有個問題說 團隊是不是越多越好 我們有些同行 也在國內有些同行 他可能有100個分析師 150個分析師 究竟怎樣是好的一個方式 其實我覺得這當中是一個均衡 從團隊的角度來講 從基金的角度 我前面提到我們在拼拼圖的時候 是要我們的數據點足夠多 這樣才可以建立後面的一個聯繫 其實我對分析師也是一樣的 如果一個分析師 一個團隊100個人 每個人看兩支股票 其實你的數據點 你可能在每支股票上 你了解得非常深 但其實你看不到它背後的聯繫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的團隊的構建 其實取了一個均衡是 每個人對他所在的行業 他所覆蓋的公司 他有足夠深的了解 同時他的那個 他所負責的範圍足夠大 讓他有機會去以更廣的角度 更廣的視角去看待這個行業 建立後面的聯繫 然後同時其實我們也有很多機會 讓他們去了解其他國家的 發展的一個趨勢 然後包括歐洲美國那邊 目前發展一些趨勢 因為這個 尤其是科技行業 或者是一些全球的工業行業 這個全球的信息其實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合適的團隊 然後讓每個人有 在寬度和這個深度之間 取得一個均衡 我覺得我們現在十幾個人 十四五個人 這樣團隊其實 在目前來講 我覺得我們是找到了 比較適合我們的一個均衡的方式 那根據你們 就是今年的研究 那現在中國 就是我們要投進中國 那現在的拼圖跟以前 就是以前 或者是疫情之前 很容易找到機會 那有些什麼不同 其實我覺得從尋找機會的角度來講 我不會覺得現在的機會 比以前少 那個股市的表現 不代表機會的多少 但前面提到 跟之前那個 從你們的題目表當中也看到 中國經濟是有很大的本質的一個變化 這確實在經濟一些結構化的轉型 對吧 就以前那個基建 房產這個投資驅動 往產業升級 科技創新驅動去個變化 出口驅動往消費驅動 然後呢 很多行業以前可能產能過剩 或者是槓桿過高 現在進入到一個供給車改革 所以我覺得這是背後的一些變化 所以我覺得是 不能說機會減少 而是說機會是在變化 就而且中國的經濟結構 本身是變化特別大的 就之前可能沒有機會提到 就是我入行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個看的行業之一 是看電信 電信呢在20年前 你看它在MSI中國指數當中 它佔比佔60% 非常大的一個佔比 10年前呢 電信佔比就已經下來了很多了 然後10年前佔比 可能最多是金融 40到50 然後呢 一兩年前呢 是那個互聯網 可能也高峰寫到40到50 所以它這個變化是非常大的 這就 背後的因素就是 中國經濟本身這個變化的速度 可能遠快於 我們所熟悉的其他經濟體 所以在20年間 它指數的權重發生了翻天覆盡的變化 但如果我們看 把中國除去 看亞洲其他國家 基本上 過去的10年20年 它不同行業之間的權重 變化是非常小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在中國 投資中國的一個 你可以說是 比較有意思的地方 比較有趣的地方 但同時呢 會讓這個主動投資者 相對難的地方 就是它的變化特別多 所以呢 我們很難說 我們就買今天市值巨大的公司 買今天 這個競爭力最強的公司 然後就 buy and hold 我覺得這個在中國 其實 會困難一點 就是 背後的 因素 變化的因素 太多 這個兩年前的 leader 三年前的 leader 三年前的 leader 有可能很快就會被 被disrupt掉 我們在幾年前可能很難想像 這個阿里巴巴會在 這麼快的時間 已經不再是中國市值第一的 這個電商股 這個在幾年前可能很難想像 那剛才你說一年都可以 可能有十到十五個新的 idea 那最近你有沒有 這新的 idea 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現在 總結來講 我覺得在 在目前這個階段呢 我就有三個領域 其實我們會比較看好 第一個呢 就是 在經濟相對 所以 疲軟的情況下 其實中國還是有很多行業 還有很多公司 其實在獲得持續 非常好的一個增長 這個 包括一些 跟互聯網相關的行業 包括說在線招聘 其實今天招聘市場非常差 就業市場非常差 但是 他們的 收入盈利增長 都是三十四十這樣的一個維度 包括說那個 在新音樂 在新音樂其實也是一個 增長非常穩定 跟 不太受宏觀經濟影響的一個領域 然後在傳統的一些領域 比如說 像那個購物中心 甚至像酒店連鎖 其實在目前的環境下 他們也都是非常穩 非常穩健的一個增長 這些我們都覺得都是 就是未來三五年 可以看到很好的成長性公司 然後這些公司 目前的固執都非常的具有吸引力 這是第一部分 我們覺得 我稱它為這個 這個 the best growth asset in China 第二部分呢 我們前面提到 其實中國的產業升級 技術進步 這會帶來很多 一些趨勢性的變化 我們都知道 大家都在談中國的電動車 但其實電動車的背後 是 這個 是電動化 電動車背後是電動化 電動化的概念是 以前很多的領域都是由 發動機驅動的 發動機驅動 發動機是一個 學習曲線特別長的 靠機械式的一個 一個變革 所以那個 日本 德國是有 強大的優勢的 但 電動化 或者電池的出現 動力電池出現 其實讓 發動機驅動的很多產業 變成了電池驅動 而這個的話 就是中國的 建立的非常強的一個優勢 這不僅體現在電動車 這體現在可能 工程機械 高空作業平台 甚至是在一些 這個油氣設備上 都開始體現了 所以這個電動化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趨勢 不僅是電動車 然後讓中國很多企業 從之前 發動機方面的劣勢 變成了在 動力電池所 驅動下的 一個競爭優勢 還有一些 產業上的優勢 比如說 當中國在 半導體行業 在前端製程 就Leading Edge Fungie方面 它的進展可能會慢一點 因為買不到一些設備 為了應對這樣的問題 其實像先進封裝 在中國可能會取到 會取更重要的作用 因為當你不能 用先進的製程 去做前端的晶圓的時候 你可能在封裝方面 你可能有更多的創新 2.5D 3D的封裝 所以我覺得在封裝 設備上 未來幾年在中國 有可能會非常好的 一個震盪的狀況 所以這也是我們看到的 在產業升級技術進步上 看到的一些 一些結構性的機會 這是第二個 第三點 就是我們前面講到 那個 供給車改革 其實在 很多傳統行業 在過去的10到15年 都經歷了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下行週期 包括造船 包括海上油田服務 包括那個 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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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鋁 包括COPER 這些都是傳統行業 但是在經歷過 長達10年以上的 這個下行週期之後 其實它的供給端 是有明顯收縮的 但同時 它的需求端 現在又開始進入到一個 復甦的一個狀況 在背後有不同的原因 比如造船 造船一開始的時候是 集裝箱造船需求回來 那後來呢 因為鵝鋁衝突 那個 運油的船 需求回來 那現在的話 是因為 這個 碳排放的要求 需要 把那些比較舊的船 更新成 燃料 更Efficient的船 所以它有不同的這個驅動 但這個結果就是 其實現在很多的造船公司 它的那個 它的 訂單已經排到 2027 2028年去了 就是它的訂單是可能是 比15年前那個 上興週期的時候 還要飽滿 因為整個行業的 supply已經非常少了 所以這三個領域是我們看到 那個 即使在經濟 宏觀經濟 相對 比較多不確定的情況下 依然可以保持 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基本面的情況 關於增長的感覺 可不可以詳細講一講 就是 現場招聘 或者現場音樂 為什麼看到它有這個潛力 對 那個 現場招聘 其實 全球來講 這個 現場招聘的滲透率都非常低 就我們看到 比如說 電商的滲透率在中國可能30% 但是招聘的滲透率 可能90%還是通過線下 它的原因在於說 在線招聘的模式 在過去二三十年沒有什麼變化 這模式是說 我是個在線招聘公司 然後我找了一堆銷售人員 我去 去你們報社 敲敲門看看你們要不要招人 對吧 然後把這廣告放在上面 所以它這個 只會服務到大的企業 其實中小企業 是完全沒有得到分別的 我們這家招聘公司 叫Boss執聘 它所用的是完全一個創新的方式 它的創新的方式是說 它用這個Matching Technology 其實就是背後的這個算法 如果你是一個中小企業 你自己在上面註冊 通過Verification之後 你自己可以在上面招人 然後它可以把相應背景的 這個求職者推薦給你 所以它這樣的一個方式 其實我覺得是在 是打破了之前那種 傳統招聘模式 只服務大企業 服務不到中小企業 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它是完全是把這個天花板給打開 所以未來這個招聘 滲透率 線上滲透率有可能從10% 未來有可能20% 30%40%50% 我覺得都有可能 我覺得這是一個創新模式 帶來的把這個市場空間給打開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在線招聘的狀況 像今年整個中國這個招聘市場 是相對來講是比較弱的 但這家公司還可以維持一個 30到40的一個成長 在線音樂呢 具體來講是騰訊音樂 這家公司的這個歷史有點意思 它五年前六年前上市的 當時上市的時候 大家說它是中國的Spotify 一樣的類似英文模式 但是呢 他們的這business mix 其實都跟Spotify完全不一樣 他們五年前上市的時候 他們絕大多數的收入 Live Streaming 就是直播 然後呢 通過打賞去去進行賺錢 但是呢 這個直播這個業務 其實來講 競爭是相對非常激烈的 Live Music Service 尤其是那個音樂式的 你每個月給錢 這個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 recurrent business 但在過去的五六年之間 它其實這個 這個business mix 已經完全轉過來了 現在可能 音樂相關的收入 已經佔到70%以上了 所以它現在就成了一個 音樂為主 來驅動的一個 recurrent business model 然後它現在 這個paying ratio 大概是17% 18% 比如說 它有六億的用戶 可能就一億多一點 是在付費的 然後這個付費 它的appu 就每個月 這個appu大概是10塊錢 所以不管是付費用戶數 還是說這個appu 其實未來 我覺得都有這個 長期上市的空間